嗨大家好 我叫做喇叭 嗨 嗨 我是鐵花村的工作人員 然後 對平常工作就是負責節目之外 唱唱歌 練練 沒有啦就是很喜歡在舞台上的感覺 那第一首歌我要帶來的是阿妹的一首歌 就是每當秋天的時候總會想起這首歌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也會就這首歌也會想起一些往事 欸我的助理咧 你耳下過來 這首歌是阿妹的最後一次 阿妹的歌 阿妹的歌 你的電話可以不接 我的眷領不能消滅 他的溫柔可以承擔一切 只為寂寞 只為寂寞 什麼理由 對不對 感情編成一種累積 誰都不想再去安慰 第一步 第一步是我今生的糧食 只為寂寞 是每個人的心臟 我想這是最後一次 可以教縱人心諷刺 可以教縱人心諷刺 人總是在絕望的邊緣 人總是在絕望的邊緣 才能看清楚自己軟弱的樣子 還能夠被傷害幾次 我們剩下多少日子 你在我心裡的位置 你在我心裡的位置 是捨不得看完的故事 你的電話可以不接 我的眷戀不能消滅 他的溫柔可以承擔一切 只為寂寞 什麼理由都不對 感情變成一種累積 誰都不想再去安慰 意義不是我今生的流血 我今生的流血 只為寂寞 每個人的心臟 我想這是最後一次 可以教縱人心放肆 人總是在絕望的邊緣 才能看清楚自己 才能看清楚自己懶弱的樣子 還能夠被傷害幾次 我們剩下多少日子 你在我心裡的位置 我們剩下多少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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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剩下多少日子 你在我心裡的位置 剩下多少日子 看完的故事 irgendwann剩下多少日子 這樣的堅持 往事 我該如何收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